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 成星與魂星星雄鐵道 皮諾康尼2.2夢境護照貼紙全收集攻略最後的大夯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成星與魂星流夢嬌蘇勒達熱殺海選會場 皮諾康尼大劇院星雄隱藏成就 首先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這個 皮諾康尼大劇院最下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我們一直往前走 然後大概是這個位置 然後你就會收到一個吃羹鳥的短信 收完短信之後在我們的西方向小地圖左方 我們進入這個門簾子 然後最前方就能看到一個貼紙 然後貼紙之後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我們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這裡有一個夢境修理工 我們點擊對話 我們開啟鐘瞄把戲 可以把它調成一個別的 比如說調成陣鏡 接著我們再次對話 先拿 除夢可取的 然後再次開啟 然後你再把它調回歡心 然後就可以獲得這個貼紙 這個時候就可以獲得貼紙 接著在我們的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我們往前走 在我們的左前方 就是一個敲字 我們跟他對話 讓我們開啟鐘瞄把戲 把它調成歡心 獲得貼紙 接著打開小地圖 來到左 側的 這是左側 叫福音煞龍的 承受點 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左前方 就能看到這一個貼紙 然後貼紙之後 進入旁邊的門簾子 讓我們進門簾子之後 前方有一個 黑爪女士 我們跟他對話 狹愛的秩序 讓我們開啟鐘瞄把戲 接著你把它調成 憤悶 就可以獲得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再傳送回 旁邊的福音煞龍傳送點 出來之後我們回頭 回頭下樓梯 來到最下側之後 我們往右拐 下來就往右拐 然後進入前方的大門簾子 然後正前方 就能夠看到一個貼紙 我們拾取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中間的 就是調弦之聽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我們回頭 往上看 就上面就能看到這個貼紙 然後我們從左側 或者右側我們上來 這裡有個鋪滿 讓它跑了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再刷新地圖 它還會再回來的 好我們拾取貼紙 接著在我們的 就是東北方向小地圖 右上角 我們往下看 就能看到 又是一個貼紙 拿完貼紙之後 在這個卡片的後方 有一個被擋著的NPC 我們跟它對話 然後開啟中標擺器 讓我們把它調成 泛門 獲得貼紙 獲得貼紙 對話完之後 如果你這個BOSS的傳送點開了 你就傳送到這裡 如果沒有開 你就傳送到中間的條線之聽 然後往BOSS的這裡跑 那我們先傳送 BOSS這裡 傳送之後我們回頭 回頭往前走 然後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問號的調查 我們點擊調查 要獲得某人的遺失物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下方 最下方的 上行長廊傳送點 出來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前方紅塔 有一個左右分岔 我們來到這個中間 它以 有個左右分岔的地方 來到這個中間之後 在我們的西南方下 小地圖左下角 就能看到這一個 支蟹 我們跟它對話 然後把這個東西交給它 接著獲得貼紙 1分岔 1分岔 2分岔 3分岔 了 1分岔 1分岔 11分岔 и rest 7分岔 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